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看过大结局的朋友难免总有点一难评 男女主情感线一路波折重重 好不容易终于在一起了 结果女主摘星最后居然领了盒饭 听剧中旁白那意思 男主博王也跟着去了 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 真是要多遗憾就有多遗憾了 狼殿下另有一个小说版本 据说是根据拍摄时的剧情写的 不过结局和剧版明显不同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看到的剧版狼殿下 其实也做了大量的删减和修改 原来的剧情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版 也有很大不同 剧中男女主之间反复纠结的爱恨情仇 看得大家无语宁耶 其中最大的槽点之一 就是博王对于女主养父一家 被灭门一事不知情 但被女主误会时也不解释 在观众看来完全没有必要 但小说中 马府灭门一事就是博王一手操办 只是因为听到了女主的铃铛声认出他 才救下女主 所以面对女主有深深的负罪感 如果按照这个前提 那么女主的恨和男主的歉疚 逻辑上才更行得通 剧中 马府灭门这个片段 只是在旁白当中匆匆交代了一下 说博王不知情 但楚奎下命令的镜头并没有出现 因此合理怀疑 其实原本的剧情也是安排了男主灭门的情节 只是后来删除改动了 所以也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 不晓得男主为啥不趁早澄清误会 另外 小说中 狼仔坠牙后进了黑潭 中了受毒 导致博王见血会兴奋 是杀戮 受毒 遇狼骨花会毒发 症状是双眼冲血 皮肤青筋壁线 露出全齿等等 此前预告片里出现过博王眼睛变红 皮肤上浮现黑纹的样子 还有他身穿黑衣 披育而下 扑到镜头面前 突然化成一头狼的画面 应该也都是毒发状 不过这些状态在现在的剧版中都没有呈现 也就是说 原本的博王人社一开始是嗜血善杀的 跟着楚奎确实作恶了 剧版给男主人社美化了不少 但造成的结果就是剧情逻辑严重不通 观众看起来相当费解 另外 剧版对于姚姬的部分删减也很大 小说中 姚姬体内有蛇毒 可解博王的兽毒 解兽毒需要让博王大量吸食蛇毒血 而姚姬的性命只够救博王两次 第一次是博王受鞭刑之后 咬开姚姬脖子吸血 剧中结局是 女主摘星杀入皇城 最后惨死在男主怀里 但小说中闯进皇宫的男主博王 结果被二殿下用剑刺进了胸口 摘星奔向博王的时候 二殿下想偷袭 被吉冲踢开 摔下城墙死了 剧版的吉冲此时被剑射倒昏迷中 二殿下是由博王亲手解决的 剧版结局 吉冲和宝娜一起浪迹天涯 而小说中则是宝娜要逼婚吉冲 而吉冲找到隐居的摘星 回忆起姚姬当年要走了博王的尸身 吉冲说 有人看到过很像博王的人 怀疑博王还活着 要陪摘星去找博王 这里有人分析 应该是姚姬用掉了救博王的第二次机会 以命换命 让博王复活 可能这才是生死同命的真正寓意 小说中男女主都还活着 结局也更让人看到希望 不过男主的人设就明显不如剧版 那样天性纯良了 毕竟男主是真的害了女主养父一家 让女主和真正的杀父仇人虐恋情深 怕是观众们更不能接受了 《狼殿下》一经播出 好评不断 在流量担当和实力派演员的配合之下 《狼殿下》这部电视剧算得上是目前古装偶像剧中值得去看的一部 首先 有着强大的IP支持 这是一方面 其次 对于该剧而言 《狼殿下》更是在剧情构造中充满了奇幻色彩 尤其是在《香格里拉》的《取景》到了极致 强大的美术背后是剧情的支撑 王大璐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早在《我的少女时代》中就看到了 她是一个富有喜剧天分的人 但却不想 这回饰演的朱友文并不是一个喜剧的角色 相反 则是一位悲剧人物的撰写 尤其是与李沁因为命运改写之后成为对立的双方之后 不由的让小编想起了东宫 可想而知这后续的剧情有多虐心了 王大璐饰演的朱友文原本就是一个充满了悲創的人物 从开始到后续命运的改变 看上去是很催泪的 只不过后面的路怎么走 目前不知 李沁一直以来是一位颜值担当的演员 这回在《狼殿下》中更是美不胜收 其实李沁在某种程度上 真的很适合演这种悲情的戏份 眼睛里有着泪水却带着微笑 看上去的确很惊艳 肖战在剧中的文戏和武戏都是可圈可点的 细节部分表演的也是很到位 但比起王大璐和李沁而言 肖战的颜值是值得去看的 毕竟 每一部古装剧中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位 古风派颜值男做铺垫 此次在剧中饰演的极冲 比起朱友文这个角色来说 两个男人对于马摘星的恋情线已经展开 但是男二号终究是男二号 他有自己的恋情和幸福 也就是看着最后 朱友文一定跟马摘星在一起了 古装剧对于制片人陈玉山来说 就已经走向了台剧的模式 随处可见的虐心 目前看来 现在的言情剧都不讲事业了 而是讲复仇与爱情 有人喜欢 支持 自然也有争议 对此 制作人自己放出了不少当年拍摄时的剧照 在采访中也有提到一些选角和拍摄过程 让粉丝们更多的了解这部作品 不过 有网友在制作人的幕后照当中也发现了很多的亮点 比如当年的肖战刚开始拍戏 还有很多搞笑的细节让人哭笑不得 有粉丝表示 急冲手腕细节太醒目 为角色付出太多 《狼殿下》这部剧在2015年备案 2017年4月开机 2018年拿到发行许可证 肖战当年参演的时候才25岁 王大璐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在2015年 王大璐凭借《我的少女时代》走红 而这部作品的导演就是陈玉珊 因为有过合作经验 所以在打算拍摄《狼殿下》的时候 王大璐就凭借人气和陈玉珊的认可 在《狼殿下》拿到男一的戏份 作品积压了两年才上映 对于制作组来说 其实也很担心作品内容和观众的喜爱有出入 再加上因为演员争议太大的原因 制片方担心更新式开播会在半路上出幺蛾子 所以选择在爱藤优三家平台一口气放完全集 最大可能也是为了尽可能的收回成本 制片人陈玉珊提到选集冲这个角色的时候 最初他是和X9少年团一起见面的 并且最初的面试是通过唱歌跳舞来进行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少年都没有演戏的经历 最擅长的也是唱歌跳舞 不如通过这种地方来看一下他们本身的性格和魅力所在 在团队中的肖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而且制片人还表示自己感觉肖战是一个有ambition的人 很努力在争取机会 可能是因为当时肖战的年纪 比团队中的其他人都要稍微大一点点 所以才会更有计划和打算 再加上他本身的长相和个性也足够支撑角色 所以才会选择他进组 当年拍摄这部《狼殿下》的时候 其实导演组选择了很多实景拍摄 从零下十度的香格里拉到摄氏40度以上的象山 演员和导演都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波折 最终才完成了一部作品 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了当年旧照中肖战的手腕细节 可以明显看出来 胳膊和手上的肤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 可见他们暴露在外的皮肤经历了多少璀璨 在剧中 王大璐、肖战和李沁三个人的肤色 也是大家最喜欢调侃的一个地方 虽然也有化妆师的功劳 但是也能看出三个人的肤色差距确实是很大 制片人在采访中还曾提到过 拍摄过程中有非常搞笑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他们当时在香格里拉拍摄 但是因为场地太空旷的原因 他们拍摄中途没有办法上厕所 去一趟厕所 基本上要花40分钟 自己也要走很远的路才有接驳车 并且脱戏服、化妆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拍摄中最大的问题居然是上厕所 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一件事 不过从当初的幕后合影照中可以看到 当年的肖战和不少的工作人员关系都很好 并且和剧组同事也玩得很开心 笑容满面 和我们平时与朋友拍照一模一样的姿势 更是让粉丝忍不住笑出声来 看到当年的一些考古照片就能发现 当初的那些人如今已经成长得很优秀了 他们也在影视剧中为我们展现了最精彩的演出 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他们这部作品呢 以上的 conclusions